我要酣畅淋漓地在我父亲这些哭 一个让中国人连爹都没有的 娘都没有的一个党 剥夺了你对父亲和母亲的爱 过去的三周 你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父母 在临死前 连父亲母亲说起爱的权利和勇气都没有 昨天中午有一个战友的父亲过世了 他父亲在临死前 写了条说我爱你 孩子第一次告诉爸爸我爱你爸爸 中国的儿女对爸爸说起爱的勇气 你们都没有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诸国大帝那么多歌唱 当时爹当时娘就没有唱爹的歌呢 中国的爹真的那么窝囊吗 你们也是爹 当爹很难呢 我真知道很难呢 我在青春看的时候说 我最担心的是我失去 一旦我没命了我儿子我女儿怎么办呢 那种感觉 比死恐怖 多少中国人因双规被抓起来 各种所谓的莫须有罪名被抓起来 他们的儿女多痛苦 他们的兄弟姐妹爹娘多痛苦 你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为我付出什么代价吗 我的哥哥的头发都是因为我白的 我的嫂子 很多人因为我哭的 眼睛都已经看不见东西 老郭家人因我从八九到现在 哭了三十多年 我 часто就因为我感染了 你男士不肯定是在这里 我一定会有没有 你男士不肯定她 我内心里发现 她是对接敌人 女士不肯定是在那哪